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想拥有壮硕的二头肌是许多人追求的梦想,但如果靠着天门走道,恐怕对身体有害。 近来一名俄罗斯男子在自己的手臂上注射了危险的化合物,让自己的二头肌与三头肌快速隆起,其手臂更是增加到24寸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加魁梧,前俄罗斯军人特雷辛Kairio Direction今年夏天离开军队后,就开始在自己的手臂注射危险化合物。 在短短的十天内,手臂粗了十寸,他指出自己一开始仅注射250毫升,但效果不佳,为了达到自己理想的尺寸,最后注射的分量更是以公升来计算。 身体不堪负荷后,发生警讯,让他高烧至40度。 特雷辛表示,我躺在床上,觉得自己快要死了,但还好有慢慢的好转。 据悉,特雷辛注射化合物后,体重从原本的62公斤增至68公斤,这也让他如大力水手的手臂罩在网络疯传,让许多的网友都震惊不已,直呼他病得不轻。 接受治疗的特雷辛被医生警告,乱注射这类型的化合物可能会导致肺山色,pulmonary embolism,神经损伤,感染,硬化性脂肪,肉牙种,scoracin, lipogranulina,中风和肌肉,溃疡等症状,若再严重,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